你们什么人 无双王等人惊恐地看着一群突然出现的斗篷人 各个神色是惊怒万分呢 这群斗篷人实力极为不凡 每个人修为都不弱于他们 而其中最强的一个 修为甚至在他们之上 竟然是七阶中期的武王 什么时候大厅外埋伏这么一群可怕的斗篷人了 而他们竟然丝毫都没能察觉 更让他们心惊的是 这群斗篷人各个蒙着面呢 从出手招式上看 竟然分辨不出是百朝之地哪个王朝的 这伙人藏在这儿到底有什么用心呢 一个个心中极为惊悚 而另一则 领头的斗篷人已经来到秦晨头顶了 哭的一下 一只黑色手掌探猪 玩弱厉鬼一般直接抓住向秦晨头颅 眼瞅着手掌要抓中秦晨了 一直在感悟中的秦晨突然抬起了头 嗡的一声 虚空中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力量闪过 让人惊骇的一幕发生了 黑色手掌明明距离秦晨头顶只有数寸距离 可这一招抓起来 竟然堪堪擦着秦晨的头顶掠过 仿佛两者之间距离被莫名地拉长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领头的斗篷人眼中流露出恶人 以他的实力怎么可能算作秦晨和自己之前的距离呢 他惊愕秦晨心里却流露出狂喜 空间意境 我真的掌握空间意境了 刚才对方进攻失败 其实是秦晨潜意识里施展自己掌握的空间意境了 使得彼此之间空间距离在刹马间拉长了数寸 虽然只是小小的数寸 却让秦晨惊喜地知道 此起竟然真的感悟了最基础的空间意境 烈化 顾不得出手了 秦晨瞬间就把剩下的数千道禁止进阶破开 同时一股强大的精神力已经弥漫出去 缠绕住了古谱的玉瑾 这次呢 玉瑾没有任何反抗 在秦晨感悟的空间意境之下 瞬间就被炼化了 然后呢 被秦晨收入了储物戒指 你收起了玉瑾 斗篷人从恶然中回过神来 就看见光球里玉瑾瞬间消失了 联盟愤怒他 剁主大人之前可说了 大厅里三样宝贝 最重要就能预检了 所以他注意力一直落在预检之上 没想到竟然被秦晨炸了先机了 消除预检 愤怒地嘶吼一声 斗篷人愤怒地一手拍了 轰了一下 一股黑色的阴冷雾气瞬间弥漫而出 包裹向了秦晨 莫莉 没想到这么久没见 你还是没什么长进呢 一声轻笑 秦晨手中神秘秀剑出现 一剑斩去 无数雷光喷涌而出 瞬间把大量黑色雾气震开 同时秦晨整个人已经抱腿开来 落到了血手王等人之中 你怎么知道 领头的斗篷人甚至忘了追击 冷冷地看着秦晨 这种力量除了你们血魔教 百朝之地哪个势力还有啊 还有月冷禅 你也在吧 既然来了 何必遮头遮面的 神秘修剑处在胸前 秦晨淡淡地笑道 血魔教 你说他们是血魔教的人 这怎么可能啊 血魔教不是千年前就被覆灭了吗 无双王等人震惊地看着秦晨 而后目露骇人 看向面前的诸多斗篷人 流露出难以置信的光芒 秦晨哪 你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精明 不过这次没了当初 古南都意志留下的手段 我看你小子如何 掏出我等的手掌心 将身上的斗篷扯下来 领头的斗篷人 露出一张极为年轻的脸 正是当初在古南都 跟秦晨竞争的 血魔教少主 魔力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魔力身上气息更加阴冷了 浑身散发着冰冷的气息 一双漆黑的眼瞳死死盯着秦晨 犹如鬼魅一般 而他修为已经达到 半步武王巅峰了 公论气势 比起周正书等等 所谓十大新秀 强了何止数倍啊 这小子 当初是你让我暴露身份 狼狈地逃离大魏王朝的 直到本宗在这儿 你竟然还不讨啊 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 敢跟本宗叫板 另外一次 另一名斗篷人同样撕开斗篷 正是大魏王朝 归原宗宗主 月冷禅 当初 秦晨联和大魏王朝 老祖刘太等人 斩杀吴吉宗宗主燕吴吉 吴贱老祖吴成峰等人 唯独这月冷禅逃了 没了声息 现在看来啊 是重回血魔教根据地了 另外几名斗篷人 也都一声冷笑 可以看出来 几人身上气息 都是极为可怕的 个个都不弱于 吴双王等人 而还有一人 他仅仅站在那 就有一种 让人心急的气息弥漫 豁然是一名 七阶中期的强者 看着面前 这七阶中期的武王 秦晨眼中 也流了出凝重之责 这次这一批人 竟然有七阶中期武王 而且一上来 魔力就针对 我身上的古朴玉锦 难道此人知道 玉锦的功效吗 秦晨暗自私损 这个也不是没可能 传闻血魔教教主 当年就是在 天魔秘境中 突破到武皇境界了 在整个百朝之地 此人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血魔教的人 知道更多 天魔秘境里的秘密 这也不是什么 让人惊讶的事 你们是血魔教的人 吴双王等人 震惊地看着魔力等人 心彻底沉了 血魔教啊 当年在百朝之地 唯非错诞 几乎把整个百朝之地 变成人间炼狱啊 没想到这个邪恶的宗门 竟然再次出现了 一时间 所有人心惊肉跳 这等大事 以他们实力 根本解决不了 必须得禀报 老祖他们知晓了 心下震动之下 他们一个个 暗中要传送讯息 但是呢 让他们震惊的是 任凭他们如何催动 始终无法 把信息传递出去 仿佛这里 是一个被屏蔽的空间 你们就别白费力气了 此地空皆以为我等封锁 除非你等臣服 与我血魔教 否则今天你们这群人 一个也逃不出去 一声宁笑 磨了一抬手 空的一声 大厅里生腾起 倒倒黑光 这些黑光彼此交错 形成一个大阵 瞬间把所有人包裹其中 阻隔了离去的通道 这什么鬼东西啊 无双王等人惊怒万分 急忙出手 他们试图轰开 这些黑色的光柱 但没用了 这些个黑色光柱 极为坚固 彼此间形成了 一个玄妙的大阵 竟然把所有人都困住了 一时间 他们一个个脸色难看 心下阴沉 而看到这一幕的秦晨 心中也是猛的一尘 这些黑光 显然是一种阵法 但在刚才我的窥探之下 魔力等人根本没布阵啊 可为何突然形成 一个黑光大阵呢 眉头紧皱 秦晨目光 扫向那些黑光所在 这一看 心头不咬的又一尘 脸色变得更难看了 因为他震惊地发现 这些黑光的催动 并非是魔力 他们额外布的阵机 而是这大厅里 本身就存在阵法 只不过这阵法嘛 极为隐秘 隐藏于大厅地面上的 纹路之中 他之前注意力 被三个黑色光球吸引了 一开始啊 没能查去 但这个发现 却让前尘心头 愈发沉重去了 连他一时间 都没发现的阵法 血魔教魔力等人 如何发现的呢 他是根本不相信的 魔力在阵法上造诣 还在他这前世 九级阵法师之上 唯一的可能只有一个 魔力早就知道 大厅里有这么一个阵法 可对方怎么知道的呀 如果这血魔教强者 曾经发现这里 当初为什么留下 三个光球里东西 没带走呢 各种疑问营绕于 秦晨脑海 魔力自然不清楚 秦晨脑海中 经历了这么多念头 停顿片刻之后 他冷笑道 姐呀 考虑得怎么样了 呸 想让我等加入血魔教 成为你血魔教走狗 休想 血手王等人 纷纷怒骂起来 这个血魔教 在百朝之地 几乎是一个 人人喊打的存在 他们怎么可能 为了生存 加入其中呢 好好好 既然你们非要找死 那本少主 承却你们 魔力脸色 前所未有的难看 他对着身边 散发七街中期气息的 斗篷老者 冷然道 鬼老 麻烦你了 那老者跨前一步 微微躬身 宁叫一声道 少主客气了 这里的事 交给老夫吧 宁叫正中 他目光瞬间 落到无双王等人身上 真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啊 既然如此 那就死吧 一柄骷髅拳杖 瞬间出现于其手中 鬼老嘴角露出一丝 森冷的微笑 黑色骷髅拳杖 对准无双王等人 摇摇挥了下 屋的一声 一叨叨刺耳的力嚎声 响起 黑色拳杖中 瞬间喷吐出 大量的黑色烟雾 这些黑色烟雾 迅速凝聚成情 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骷髅头颅 他张着恐怖的大嘴 对着无双王等人 轰然撕咬而去 骇人的阴冷真气 让整座大厅 仿佛都在晃动 哼 凭你一个 对付我们这么多人 想太多了吧 无双王几人面目猙獰 冷笑道 血魔教高手出现 确实吓他们一跳 但对方毕竟只有四个呀 哪怕其中有一个 高达七阶中期的 那能怎么着 他们七大王朝 哪怕寒冰王陨落 也还有六个呢 加上不屑于寒冰王的行臣 七人对战对方五人 难道还得怕对方不成 一同出手 本王就不信了 死这一个七阶中期五王 他能对付我们这么多人 哼 无双王一声弄鹤 第一个进攻了 轰的一声 滔天拳眼出现 化为惊人的浪淘 仿佛要把天地 都给轰碎开来 暴流向前 事实上 不需要无双王吩咐 血手王等人 也第一时间出手了 血手遮天 距离战士 一道道恐怖的真源攻击 如同炮弹一般融到一块 朝着老者挥斩出的 骷髅头颅袭击而去 愚昧 老者一声冷笑 面对六大高手出手 他是怡然不惧 只是用力一挥 黑色骷髅 顿时变得更恐怖了 一下子撕咬下来 轰的一声 恐怖的真源爆炸 在整个大厅席卷开来 秦臣只感觉一股距离袭来 急忙催动一摩铠甲在身上形成了一道防御 这才抵挡下了强大的冲击 另一次 无双王等人则是奇奇的闷横一声 纷纷后退了数步 他们脸色发白 体内气息翻涌 差点喷出一口血来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